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我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Tella好,大家好 今天想幫我們聽眾解釋一下一個問題 未必可能很多人了解到這個問題 就是一個叫做腺體腫脹 這個病徵症,症狀是怎樣 以及是不是都很經常發生這個問題 在你的臨床上遇到 腺體腫脹,簡單地叫做swollen glands 今次的討論,不會涉及生炸塞 施腺炎化 這是另外一個題目,大家可以再參考 今次我們說腺體腫脹疾病 其實是常有的,尤其是小朋友 經常發生在頸部的腫脹腫 也可能會在液窩,液下脊底 也會在鼓溝,鼻垃等 身體任何地方的腫脹腫腫脹 症狀方面,腫脹腫腫的主要特定 有時會痛,有時會發紅,硬化 可能會發燒 或者有時有相關的腫痛 例如喉嚨痛,最簡單 喉嚨痛,頸部的腫脹腫腫腫了 好了,併發症 當然,如果是一種細菌感染 引起嚴重的腫脫腫腫腫 如果未經治療,可能會導致全身感染 甚至會死亡 如果腫體持續腫腫幾個月 一定要求醫 看看有沒有其他原因 可能是癌症 甚至是白血病 笠袋癌 summarizes 可口可痴病 還有彼此事 雌 muscle Ang 這些是腫膜腫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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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腫 doesn't have been 有时颈部成年人发现有颗鱼 有颗鱼巴结长期在不走 有机会是一种鼻咽症状 所以这个情况持续记住要跟随一下 需要留意什么呢? 看看线体的肿像有没有变颜色 还有没有喉咙有些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是喉咙通 加上颈部的扁图线 看看有没有其他明显的症状 同类疗法的疗剂简单指引 如果左侧颈部的领巴结 像石头肩硬肿胀 用臭Bromium这个疗剂 如果病者像肥胖婴儿的肾体肿胀 还有小朋友病者 碗头大汗的婴儿肥肥白白的 可以尝试用碳酸钙 如果领巴肾肥胀 如果领巴肾肿胀 对疗痛是特别敏感的 还有很怕冰 可以用楼化钙 肤肤胀肾肎肥胀肾 如果领巴肾肿胀方量 有其他中毒症状 例如风静盘肝胃肾痛 口臭流口水 体臭、大量还出汗 如果领部肾肿胀肾肤 今天领巴肾肿胀肝痛 痛和深红色的喉咙发炎 吞口水会令肿痛延伸到耳朵 可以考虑阳伤绿 如果患的淋巴腺肿胀 令病人很瘦瘦瘦 五高精致 但是很大汗的 这种体型的人 有很多脚汗 可以考虑直肚 Silica Terra 丢发预期效果会有多快呢 淋巴腺肿 通常在几个小时或几天就会缩小 直肚尿剂是治疗淋巴腺 肿胀肿胀肿胀肠 audible 而直肚尿 arter股肠Por 尿程比较慢 需要上两个星期的时间 一般肿痛是在 1至48小时 才懂得减轻 如果肿胀肿胀肿胀肺绝股cript SR 经常性腹虾肠 那 ¿ 就要找合资格的同学疗法医生进行体质性治疗 不是一个简单的急性处理 其他个人的保健有料建议 可以服用维他命C 在这个情况每日6次 每次500毫克 可以减轻验证 可以服用紫椎花 或者金刃草 Golden Seal这些丁剂 通常可以密密服1日6次 每次半茶匙 放入水里服用 有时候有些是胶囊庄 指定的剂量 也有些人会采取一些按摩 最后淋巴的引流 都可以尝试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些用 淨化血液的 混合草药 包括血筋草 Sanquinaria 皱叶 酸膜 Yellow Dock 和常绿叶 Chiaparell 这些草药 这都视乎这个产品的 标签方面 还有我们可以用 胡萝卜丸糕 Poutis 磨碎的胡萝卜 用粗棉布包好敷在颗子上 然后就盖皮睡觉 如果有发烧可以喝两杯 薯尾草 Sage 或者 西洋棋草 Yellow 这两种都是一种 常用 是一种 帮你退消 处理发烧的草茶 也可以冲个热水醋 冲完之后 包住的热尖 慢慢睡觉 令你大量出汗 这次就退消了 这是古老方法 焗汗的方法 另外一种 究竟考验和疗化的退消方法 尤其是 用热湿的 热湿的 不需要滴湿 稍微湿了 把凉的草茶 穿在脚上 然后再用干物 包裹上去 厚一点的干物 全身包裹在 睡觉 翌日早上 烧就很快会退 这些工具 相信大部份 家里也会有 最好用棉质的 物质 浸湿了之后 扭干了 不要滴湿 穿上去 再外面包裹一些 厚一点的 运动物 就可以 包裹睡觉 翌日烧就很快会退 当然也可以用 梳娜 或者蒸汽肉 这个也是可以帮助加速的 在治疗的时候 我们通常建议 有些的香薰油 例如气味重的 蓝安树 Eucalyptus globulus 这类的 就尽量不要用 因为香薰油有时 是会破解了 同一疗法的疗剂的功效 逐一跟大家介绍 每一个疗剂 第一就是 铁核bromium 这个是 淋巴腺 肿脏 尤其是颈部 是很大的 硬得像石头 尤其是在左边 这个腺体肿脏在左边更严重 这个就是臭的尿剂 另外 碳酸钙 Calcaria carbonica 通常適用在肥肥白白 的婴儿 颈部的 臨巴结大 通常 这些小朋友 就很大寒 碗头大寒 或者因为出牙 引发的 铃巴结都涨了 扁涂线总涨了 这些小朋友平时 就喜欢吃鸡蛋 喜欢吃鸡蛋 芝士牛奶和咸 当然 这些丐型的小朋友 怕冻空气 怕中冻水浴 问题很多时候 跟出牙有关 你看到 一个婴儿 一个婴儿肥肥白白婴儿 当时是 刚刚出牙 发现 咦 臨巴结都大了 这个很明显 是一个丐型的尿剂 流化钙 Hepasulfurid Calcium sulfide 流化钙 对一般的 轻微触摸 特别敏感 琳巴结的肿胀 你摸它很怕的 你轻轻摸它 也会觉得很痛 有时候你会看到 线体 又是扁涂线 看上去 马开口看得到 有些浓液 流出来的 还有 这个起因 很多时候 因为被冻风吹了 导致 线体肿胀和感染 流化钙 特别怕冻 对痛也特别敏感 你不触碰它 一触碰它 它会很生气 还有出现 复发性的扁涂线体 喉咙 或者扁涂线 你会看到很多 浓液出现了 病人有时都会告诉你 他感觉喉咙痛 你问他怎样痛呢 好像有碎片 刺着 或者有鱼骨 撑着 流化钙的人 自己是喜欢喝醋 很怕冻 很怕暴露在冻的地方 很喜欢有暖夜包实的身体 舒服 然后就是熔拱 Mercuris solubalus 林巴腺肿胀 尤其是颈部 还有 有很多口水 分泌很多 口气重 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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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出汗 看上去有尼胎 口腔 有些金属的异味 熔拱人平时喜欢吃面包 牛油面包 但是熔拱人是又怕冻又怕热的 到夜晚又怕冻又怕热的 不只是怕羊 好了 羊双绿 Poke root 线体肿胀尤其是 C线 Sandasoi 扁图线 乳房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用在乳房的肿块 那个 颈部的线体是比较硬 又肿又痛 尤其是右侧的喉咙痛 在烟吞的时候 那种痛就会延伸到右边的耳势 接着 直肚 Silica Silica Terra 颈部线体肿胀 通常又硬又痛 而且是反复出现的 烟吼炎和扁图线体发炎 扁图线 你看到有少少 黄黄绿绿的 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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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肚人的本质 体型 通常是举止优雅 微青木兽 一个很delicate 人的体型 平时都是中食鸡蛋 麻烦 麻烦袁医生帮我们介绍了几种疗疗 最初感觉 线体肿胀 除了炸衰衰衰炎之外 原来是与琳巴结有关 如果持续性或处理得不好 黄金治疗期处理得不好 亦有机会演变到鼻烟癌 希望大家听众今天听了这几种疗疗疗 介绍了这些疗疗疗 家中常备了这些疗疗疗在家里 一发现家人或者有这些 闻巴结的肿胀 可以立即找到疗疗疗去处理 不需要担心会 演化成为这些严重的症状 所以家中常备的疗疗疗 就达到有鼻无患的情况 任何问题都可以及早医治 多谢袁医生和我们今天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想查询电康产品或者同类疗疗疗的套装 可以联络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与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 想重溢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网站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御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袁医生 拜拜 谢谢大家聊天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雷震